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拉里聊》精选 有时我逛逛街都会有观众走来跟我说,这个节目《拉里聊》都挺好看的 我除了多谢观众之外,还会更正节目是叫《拉里聊》,不是《拉里聊》的 但无论聊也好,讲也好,总之可以令大家开心就达到了目的了 来到年底,通常都会有一些回顾和重温的节目 不如现在就跟大家重温一下其中几集《拉里聊》 首先要看的就是一位在唐人街买了几十年报纸的老婆婆 或者人人都认得她,但就不是人人都认得她 她在开档,我就帮她买 她冷了,她冷了,她不可以帮她买 你常常见她,但不知道她姓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姓什么,不要问她 七年了,我买了七年了 七年报纸了,不知道她姓什么 我常常见到伯母 现在就由婆婆亲自开估,她究竟姓什么名什么 我叫关税珠 记住,是关税珠 瑞士的瑞,真珠都没有这么真珠 不说你或者看不出 关婆婆过多几个月就九十岁了 她是香港移民,来了差不多四十年 不知道关婆婆以前做姓杭呢 我去香港做商业,香港做商业 我做时装的 你以前在香港做时装? 我去香港,廣州做时装 做时装的意思是批发还是零售? 我自己开副头 以前的人拿衣服来做的 没有人买衣服 现在关婆婆又有孙又有濕 四代同堂 应该天天躺在家里享而孙福才对 那为什么还不退休,要在街边卖报纸这么辛苦呢? 退休就没那么健康了,坐着就健康了 应该坐在那儿健康了 坐在那儿健康了 坐在那儿健康了,人家说一下 坐在那儿坐着就不健康了 就不健康了 天天坐在街上,不怕冷痴吗? 穿多衣服不动都怕不动 有没有试过坐在那儿冻病了? 永远都没有病 永远都没有病? 坐这么久都没有病 我没有病,不做了 救健康了吧 关婆婆不单人精灵,还很好记性 我们问她还记不记得在六年多之前 有辆车不知道搞什么 失控刷了上行人路 差一个铺位的距离就刷到她的档口了 当时小弟还访问过她 她现在还记得这件事 那她又怕不怕历史会重现呢? 你怕不怕有一天又有辆车撞上来撞到你? 我怕我常常看着眉睛眼棋 你妈眉睛眼棋? 有得来也看到 她突然间撞上来 那你也看到的 人走过也看到 但那天你不害怕? 不害怕,不害怕就在那边 在那边我也不害怕 我便宿泊了 我便宿泊了 你一个人当然要醒悟才不害怕 你看到 哪里响哪里响都知道 你坐着躺着狗当然不知道 是吧? 问到她为何快90岁还这么健康 她答得更妙 那你妈妈生了 我健康便健康 关婆婆说她还未想退休 那我们就祝她龙马精神 长卖长有 在十年之后再来拉她谈过 好 好